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26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警告称,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是一项极端措施,但考虑到英方在乌克兰冲突中的重大参与,俄方最终可能会采取这一措施。 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周报道称,来自英国特别空勤团和特种侦察团特种部队士兵正在乌克兰非常接近前线的地区行动,英国士兵没有直接参与和俄罗斯军队的战斗,但在针对俄罗斯铁路、机场、燃料和其他后勤设施的破坏行动中,他们对乌克兰特种部队活动的指导影响很明显。 在周五就此事给RT的回复中,俄罗斯外交部表示,非常清楚伦敦未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所做的一贯努力,我们不能排除英国参与策划、组织和支持基辅政权在俄罗斯领土上实施的恐怖袭击,包括通过提供情报信息。 俄外交部还表示,去年秋天,乌克兰海军无人机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袭击俄罗斯船之后,俄方召见了英国驻俄大使戴博拉·布朗纳特。 俄方就英国军事专家积极参与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包括在海上进行破坏行动,向布朗纳特提出强烈抗议。 俄外交部补充说,俄方保留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对英国此类行为做出回应的权利。 伦敦破坏性活动后果的所有责任,完全在于这些鲁莽行为的主谋和肇事者。 关于可能与伦敦断绝外交关系,俄外交部警告说,考虑到所有因素,这显然是一种不能排除的极端措施。